最近香港真是異象頻頻發生 先是沒多久之前拍到佛光 接著天空剛剛有出現罕見異象 有人就問 難道香港會有什麼大事發生?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4月3日 台灣花蓮發生泥克特製7.3級強烈地震 震撼全台 而在地震之前 天空就出現過兩次異象 有人認為 這是地震先兆 香港有驚艷異象 據知情網友在X平台爆料 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傳食發生之前 也就是在2024年4月5日下午5時55分 香港又突然出現異象 有網民錄到一分鐘的血日影片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香港的天空出現了一個罕見而又其意的血紅色太陽 針對這個異象 有網民驚叫 哇 老天又要收人了 也有人猜測 可能有大事出現 有網民就問 大事件或大災難什麼時候出現呢? 以什麼形式出現呢? 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說法 紅日血月都是不尋常的天象異象 那可能如是要發生大事 香港在早前就拍到異象 也就是在2月2日 有人在大嶼山的最高山峰鳳凰山上高 拍到佛光 一個月之後 不在地震大的大嶼山就發生了地震 有一位台灣民眾 就在地震前一天的4月2日 拍到天空出現日文異象 另一位網民也在2日晚 拍到天空出現奇異的景象 由曝光的圖片顯示 當時天空被分成好幾層 有橙色、深藍色和粉紫色 之後就變成了偉藍色 最後又變成深藍色 就在這兩個異象出現不足一天的功夫 4月3日一早 台灣就爆發了大地震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認為 這些異象是這麼巧合的呢? 而法國先知洛查丹馬斯 早在400年前就預言 2024是個多災之年 除了地震 他說2024還會發生大洪水、旱災 瘟疫和饑荒等5個大災難 大家看看 目前除了旱災和饑荒 其他三種災難都已經在中國發生了 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4月7日 中共水利部發出緊急消息說 當日6點35分 北江主流域位於廣東清遠的石角水民站流量 升到每秒12000立方米 根據水利部 全國主要江河洪水編號規定 北江發生2024年第一號洪水 同一天 廣東省水民局清遠水民分局通報說 石角水民站流量每秒12000立方米 刷新了1980年4月創造的歷史紀錄 當時最大的流量是每秒11800立方米 截至7日8點 廣東全省 中共有11個水民站的水位 超出了境界線 而在4月4日至5日 廣東、韶關、清遠等多地受暴雨影響 其中韶關、葛江河洪水風險升高 最高水位升幅是3.96米 韶關多地還發生水浸 一處大橋的鐵架被沖毀 多處道路被淹沒 有人被困在車頂 還有7人在數目期間被雷擊中受傷 4月4日 當地市民拍攝的影片顯示 在落雨前夕 韶關城市上空烏雲蓋頂 整座城市在一秒鐘就由天開始變成夜晚 場景非常恐怖 隨之而來的就是傾盤大雨 中國大陸災難不斷 除了廣東的大洪水還有地震 例如4月4日8點39分 青海海西州的亡崖市發生 泥克特製5.5級地震 4月6日上午 雲南韶通市的魯甸縣 曲正市的惠澤地震 魯甸縣陣級達到泥克特製4.9級 4月7日下午4點46分 新疆阿蘇克地區的拜成縣 發生泥克特製5.4級地震 4月8日4點47分 同樣在拜成縣發生泥克特製5.1級地震 我們翻查巴西諸塞利諾 有關4月的預測 發現他在第10個預測中說過 中國在4月除了地震、強風 還有暴雨的襲擊 看來廣東最近受暴雨影響 而出現的洪水 似乎這個預測正在應驗 斯斯里諾在4月的43個預測 絕大部分都沒有應驗 所以這些預測 只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另一個災難 新冠疫情自從2019年底在武漢爆發 中共就一直隱瞞真相 近期中國也看不到任何有關疫情的報導 但是民間就不斷爆料 中國疫情並未結束 來勢依然凶猛 4月4日 某醫院的主任劉醫生向大紀元爆料 新冠疫情從未離開過 毒性未有減弱 甚至比以前更凶猛 而中共就好像癲了一樣嚴控醫生 銷毀所有疫情數據 不准承認新冠等 誰違抗 就找去精神病院 劉醫生說 我所在的醫院 入住量暴增 很多患者入醫院後沒有床位 都是先借藥來用 入院後還藥 從來都沒試過這麼嚴重 有些醫生都累到腰痛 想想是什麼概念 都是新冠患者 基本都是新冠加後遺症一起來 大人小孩都有 例如心臟痛 腸胃炎 糖尿病 大臟包診 新感染的咳嗽 胸痛 喉嚨好像被刀片割那麼痛 後診室那些患者 不少是心臟痛 感覺胃很難受 但實際都是心臟痛 說明他是有心衰竭 有心病毒性心肌炎 好像胃痛那樣 新冠病發症的那種 劉醫生說 有迷迷糊糊想暈的 趴在床那裡起不到身 一起來就跌低 手臂都骨折 有些膝頭痛 腰伸不直 一直在走廊伸淫 還有肚瀉 肚痛 嘔吐的 很多患者就在屋裡嘔 吐 肚瀉 屋裡嘔到一地都是 有些晚上就死了 劉醫生說 一般是晚上死了 就靜悄悄抬走 抬出去 四個人抬 一人一百元 都是半夜抬走的 日頭不敢抬 症狀就和疫情爆發的時候一樣 再加上長期病 對於所謂病毒性減弱了 劉醫生認為 這是騙人的 只能是越來越重 越來越隱蔽 比以前更猛烈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至於我們醫院 以小孩子為主 以苦科為主 小孩子死的就更多 有些患者來了十幾天都住不了醫院 還沒電腦登記 連床位都沒有 那些患者都要到附近的旅店 聽護士說 他們在那裡住 然後遊醫院的人看 劉醫生表示 我們這場疫情是屬於寒濕疫 就是和寒和濕有關 怕冷 怕喝冷水 容易吐舌 然後高燒 喉嚨好像被刀片乾 這個寒濕疫 它是新冠病毒造成的 吃那些普通抗病毒藥沒用的 劉醫生說 我認識的還有 昨天好好的一個人 睡了一覺 屋裡吐到一地 第二天上午一看就離開了 中共不准透露大陸疫情的真實情況 劉醫生表示 現在管得太嚴 太不容易發消息 如果是以前 就不用說其他 我可以將那些錄影傳過去 但是現在不行 太嚴了 劉醫生說 對到醫院來的病人 誰都不准做檢查 不准測陽不陽 將免費測試的那些設備 全部拿走 醫院一丁點 跟疫情有關的都沒有 劉醫生說 其他醫院的情況不知道 我們醫院已經開了幾次特別會議 由我們當地衛生局常務副院長 局長親自說說 會議要求幾點 第一不准提疫情 第二點關於疫情資料的事 一點都不准再有 第三患者如果要問 這個病是否與瘟疫有關 就要說 有這樣的事 我們都沒有做測試 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疫情呢 局長還強調 不要承認 誰承認就誰負責 退休獎金 反正是與你掛勾的 實在不行就精神病院見了 就是這樣 這是全國性的行動 所有數據都不能夠留 紙本的不能夠留 電腦的也不能夠留 打疫苗的記錄要刪除 核酸檢測的記錄 和整個抗疫的過程 政府一些出陽相的東西 都要全部消毀 劉醫生是會診醫生 兩科主任 他說 疫情非常嚴重 中共當局嚴密監控 現在所有醫院 接觸疫情患者的醫生 都被監視 各個科都不能夠互相聊天 我們會診大夫 不能夠隨便去病房 病房是由一般醫生去 劉醫生說 其他醫院根本就不許去 我們只有兩條路 一頭是醫院 一頭是家 你到家的時候 那個行政官員 人大或者政協的 就在你家前面 在車那裡坐 你出去走都不行 大夫都被看得緊 你說我想去超市買些東西 那後面都跟著人 都跟著兩個警察 和一個政府工作人員 三個人看緊你 劉醫生說 以前我們能夠開車 現在車不能開 踩單車都要管 電動單車就更加不行 你要走路去 走路回來 不是的話 監控不了你不行 這就是對我們非常非常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嚴 而且每天我們離開辦公室之後 他們都會進醫院檢查 騙子、赤字 都不要有關疫情的一些痕跡 看得非常緊 就好像瘋了一樣 劉醫生還說 以前有些會還是我主持 現在有些會都不許參加 上班只能在我的辦公室和診室逗留 其他地方不許去 就是這麼嚴 走廊裏面有國保警察、政府官員、有巡邏的 有穿警察制服的、有不穿警察制服的 流動監察搞得很嚴 大陸醫院都是這麼嚴的嗎? 劉醫生說 應該每間醫院都是這麼嚴 不可能單獨對一間醫院這樣做 就是說上面已經 怎麼說呢?好像瘋了一樣 就連那個國保大隊隊長都被收拾了 不知道原因 不少人都捱整 劉醫生說 開會上級一來 有什麼不好的事 他不是跟你好好地談 而是開口就鬧 所以不正常 好像瘋了一樣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中共極力阻止民間透露疫情凶猛的真相 大紀元記者查詢發現 但是由3月28日至4月2日這6日 就有多名中共院士、將軍、教授、官員、院長和作家突然病發去世 他們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 而且生前親近中共 追隨中共 大家知道 中共建政以來造成了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到現在仍然迫害善良的中國人 血債累累 善惡有報是天理 疫情針對共產黨 中共政權行張解體 所有為中共站台的人 都將會成為邪黨的陪葬品 君子不立危場下 盡快脫離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才是自救之道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請回到社會 這次回到社會 請回鄒 請問 去年 請問 我們請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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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